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又到了周末,英超的主题第28轮的积分争夺战 那么这个视频我们跟大家来讨论的是 曼联主场对战爱弗顿的这一场比赛 首先来看曼联最近的状态 上一场比赛曼联在曼城的主场 获得了一个优先的进球之后 3比1最终输掉了比赛 这场比赛呢,不得不说 曼联也是做足了功课 首先在防守端呢,非常的结实 限制住了整个曼城的中路 包括德布朗内跟哈兰德之间的连线 也是被无数次的切断 最终是由福登打住了两个球之后 最后在补石阶段呢 哈兰德那个球呢 我已经到了曼联有一点点沮丧的时候呢 那个球可以对于整场比赛来讲呢 不是最重点的部分 所以没能帮平比分 我们来看一下曼联的积分 曼联积分44分排名第6名 第6名听起来感觉位置还不错 可是大家知道他跟第5名的热翅之间的差距呢 一共有6分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热翅已经有50分了 在往上面走的第4名的维拉呢 是55分 所以在这个环节可以说是有一个 明暗的分切线就好像是 头部的英超的球队呢 以及中部的去拉开 那么曼联是地属于第二个梯队里面的 目前的状态 在二梯队里面呢算是老大的位置 这也是因为曼联在之前的比赛呢 有一段时间的第一名呢 输掉了纽卡斯 伯恩茅斯 西汉姆连 森林跟富勒姆 连续的一些输球之后 导致到他的积分的排名呢 就变成了第6名跟第5名呢 拉开比较大的差距 但实际上曼联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曼联的丢球 丢的非常多 这也是我们之前去批判 奥娜娜的防守的部分呢 的原因 可是上一场比赛对战慢成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奥娜娜的扑就呢 是非常精彩的 他的状态复苏了 帮助球队扑出了一些非常关键的球啊 所以应该去肯定一下 他做的好的部分 那么现在曼联的中场核心 卡萨米罗呢 也是状态不是特别稳定 这个跟他 不是持续的去作战有关系 前一段时间是受伤 他需要有一个状态的回归 两场比赛之前呢 他也是帮助曼联 获得了一个进球 1比0呢 战胜了诺丁汉森林 但上一场球呢 卡萨米罗就没有获得进球啊 但是不能说他的状态比较差 好 重点来了 这一场比赛我们怎么看 我们来看一下 客场的艾弗顿 艾弗顿可以说是状态非常差 连续的14场比赛以来呢 只获得了一场 1比0的赢球 另外的场次没有赢过球 并且进球呢 也是非常少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 艾弗顿去挑战主场的曼联呢 可以说是比较悲观的 但是在我犹豫的地方是 这一场比赛 他安排在了中午的1点半的时间啊 欧洲时间 中午1点半的时间 跟其他场次有拉开 那么如果是这种单独场的话 要么就找场 要么就玩场呢 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对待啊 这个 一个猜测 就是没有任何根据 如果说有一些特别的对待的话 我觉得 艾弗顿是比较有机会获得进球的啊 曼联这里呢 因为他对于 积分的需求 以及对于整个的团队的信心需求呢 比较强烈 特别是在教练这一块 他需要去压制很多的球员啊 可是他 在上一场比赛 其实他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目前虽然说 曼联有一些伤病的情况 或者说是有些人员也不是特别稳定 可是基本面就是这么强啊 他对仗于艾弗顿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绰绰有余的 这场比赛呢 是看好 曼联在主场获胜 1比0 2比0 跟2比1 是较担 给3比4啊